腾讯体育8月20日亚加达文英红霞 当地时间8月20日亚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第二天 中国选手孙杨摘得800名字游泳冠军 赛后短短几十分钟 拖着疲惫的身体与队友拼下了一枚四成以200字接力银牌 赛场上终日对决剑板弩张 赛场下围绕前一晚孙杨为川中国代表团指定品牌领奖服领奖仪式继续发奖 当天下午中国代表团领奖服赞助商 安踏方面发声表示一套领奖服不止于成绩更是国家形象 规则和底线不容辱没 安踏还向在雅加达的中国媒体暂发了相关声明 发布了海报 当晚孙杨夺的800字金牌和四成以200字银牌后 两度登上领奖牌 都穿上了中国代表团领奖服 外批一面国旗 对此外界颇具正义 而孙杨当晚在接受采访 是并未涉及相关话题 不过 在四年前的人川亚运会上 孙杨与娇也工界和朴太环的白痴化争夺 中拼下男子400米自由用金牌后 对一直以来阿酷并支持自己的教练和赞助商 就曾表示了感谢 非常感谢我的教练和外教这半年来关心我 防住了我许多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赞助商361 在场的每一位都知道 这半年来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的教练 外教和361在背后支持我 一直没有放弃我 让我从鼻鼓慢慢的继续走向巅峰 所以我拿了金牌 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 安排方面去年和国际奥委会 以及中国奥委会签署 来到2024年的叙月协议 成为此期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官方合作伙伴 和中国奥委会的公方合作伙伴 去接近代表团的消息人士披露 这次安他签的合同 号称是有史以来最严密 无路动 贝恩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